是的 曾经晚居加入团结政府内阁的行动党全国树立主席戈彬兴 如今是回心转意 不过这一次的洗牌却换走了首相署原任副部长兰卡巴辛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下午解释 其实兰卡巴辛得知兄长受委入阁之后 自愿退出执政团队 因为他担心两人的兄弟关系会召来裙带之前的骂名 他担心的行动 为了解释 为了解释 并不提出执政策 来执政策 对权部长 我们的主意 所以没有担心的主意 如果您看这些 并不是说我们最最大的 陆兆福下午出席宣誓仪式之后 率领火箭新进的政府部长 在党总部召开记者会 除了感谢蓝卡巴欣让步 也认可人力资源部 援任部长西华古马这一年的付出 对于教育部援任副部长林慧英 转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安排 陆兆福强调 尽管行动党在洗牌前 确实有向首相推荐合适的人选 不过最终还是有安华一个人拍板定案